欢迎来到赵旅出事 过去两年全世界都深受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挺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打击是冷热不均的 甚至加重了马太效应 以美国为例 美国普通老百姓 美国中产阶级 今天的收入是比不上40年前的 然而过往的两年 美国顶尖富豪的资产 大幅的增长 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世界首富马斯克 2020年之初 马斯克的个人财富大概只有200多亿美元 今天他的个人财富2000亿美元 甚至超过3000亿美元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美国在大印钞大放水 表面上看 美国是一视同仁的 每个人我发1200美元 发1400美元 所有受经济影响的小企业 我通通给予贷款 但是由于你在短时间内发了大量的钱 而物资没有生产更多 所以美国开始了通货膨胀 在通货膨胀之下 越是没有钱的老百姓 越是深受其害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太多钱 可是物价现在上涨了 原来一个礼拜花400美元就够了 现在要花600美元 所以很多美国底层老百姓抱怨说 哎呀 你表面上政府花了很多钱 但实际上呢 花的钱都被这个高企的物价给涨回去了 可是对于富人阶层不是这样 富人也要一日三餐 可是吃能花多少钱 喝能花多少钱 由于美国巨幅的通货膨胀 所以资产价值飙升 在过往的两年 美国的房价平均上涨了34%以上 美国的股价更是打着滚的往上涨 所以那些有资产有房产有股票的美国富豪 人家的资产是迅速的攀升 越有钱的人呢 他们的财富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疫情加重了马太效应 表面上每个人都是发1000美元 可是最终呢 收割的是穷人 而得利的是美国的顶尖富豪 这只是美国的情况 世界各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国就没有出现 美国这样的马太效应 一方面 我国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月份的数据刚刚出炉 美国的CPI指数高达8.5% 甚至四月份五月份 美国有可能通货膨胀超过10% 为40年所未有 而在过去一整年 我国的CPI大概都维持在1%左右 所以我们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们也没有乱印超大放水 所以自然我们不会像美国那样 有这个资产膨胀 通货膨胀的状态 从房价咱们就能看出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人都在探讨说 哎呀 二手房不好卖了 哎呀 新房不断的在打折 很多城市 房价出现了下降啊 甚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大家看看有多少旧市政策啊 解除了限购 现贷 首付比率下降 银行降息降准 但是这么多刺激手段 房价还没有回升 房市还没有小阳春 所以咱们的资产没膨胀 我们就没有出现 美国那样的马太效应 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物价没有飙涨 而富豪的财富也没有暴升 而且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当美国富豪的身价在翻翻的时候呢 我国顶尖富豪的身价 实际上过去这两年是在缩水 而且缩水非常非常严重 我们就根据最近公布的这个富豪榜 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我国顶尖富豪的财富 缩水有多严重 首当其冲的是拼多多的黄征 在过去一年 他的财富缩水了500亿美元 500亿美元什么概念啊 3000多亿人民币啊 黄征的身价缩水了四分之三呢 接下来海底捞的张勇夫妇 身价缩水了280亿美元 恒大的许家印 身价缩水了230亿美元 腾讯的马化腾 身价缩水了220亿美元 顺丰的王位 身价缩水了190亿美元 快手的肃华 身价缩水了183亿美元 阿里的马云 身价缩水了180亿美元 中公教育的鲁中方母子 身价缩水了171亿美元 小米的雷军 身价缩水了166亿美元 是的 看来疫情到来啊 大家日子都不太好过 咱们普通人今天经常抱怨说 哎呀 这个企业裁员了 我们有收入了 收入锐减了 城市封城了 怎么办 大家看到了没有 顶尖富豪这个身价缩水 也是非常严重的呀 当然我们也清楚 对于顶尖富豪而言 人家那个财富啊 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数目字的变化了 哎 说实话 身价从5000亿人民币到1000亿人民币 是缩水了80% 难道人家的个人生活能有巨大的变化吗 不至于的 它只不过是这个股票市值的变化 导致身价的数目字有了几个变化而已 不影响人家的日常生活 但是这个现象倒是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同为疫情 美国富豪资产翻番 中国富豪身价缩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的通货膨胀 导致它的资产和股价的暴升 以至于啊 这个马太的效应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这对美国当然不是个好事啊 美联储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说 哎呀 美国通货膨胀可以控制2%左右 美国的通货膨胀是个暂时的 但是现在美联储清楚了 美国通货膨胀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不是美联储现在马上就能控制得了的 美联储虽然已经开始降息了 而且未来几个月还会再次降息 但是很显然 美国这个通货膨胀很难控制得住 通货膨胀越厉害 您想想房产价格是不是会越飙升 资产价格是不是会越飙升 股票市值是不是会越飙升 所以美国富豪什么都不用干 躺着他的资产就会翻翻 当然了 这苦的可是美国普通老百姓 苦的可是靠工资过日子 就担心物价上涨的美国老百姓了 而反过来讲 疫情这两年 我国的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1% 2%左右 尤其是猪肉价格 这两年大家都感受到了 以往经常三四十块钱买一斤猪肉 现在很多地方十块钱都不需要 就能买一斤猪肉 是的 我国物价在这两年相对保持了比较稳定 尤其是房价现在真的是一个下行通道 所以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我们并不担心像美国那样物价飙涨 下个月在生活费上要花的更多了 而另一方面由于资产价格没有暴涨 这两年确实股票涨那也不咋地 房价也没有上涨 所以我们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马太效应 而另一方面大家看看 身价缩水的富豪都是哪几个行业的 互联网行业 教育培训业 房地产行业 这几个行业说实话 在过去几年都是大放光彩的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到这几年 咱们中国首富几乎都是 房地产大老板 然而这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教培行业遭遇到了灭顶之灾 我觉得这应当是个好事 虽然有上百万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失业了 但是反过来讲 有上亿个中国家庭 把这个钱省下来了呀 而另一方面 过去一整年 房地产商的日子很不好过 有多少个头部大房地产商 现在陷入到了资金面的紧张之中 我觉得这也未尝不是个好事啊 由于房地产商资金面紧张 所以他们就要加速打折卖房 因此我们现在房地产进入到了一个下行通道 再加上首付也低了 限购也打开了 利率也低了 所以对于那些真正需要买房的刚需而言 现在还真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而互联网行业呢 在过往的十年 我们互联网经济大行其道 发展得非常迅速 很多人也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 但是我们渐渐的也发现 互联网行业对整个实体经济的侵袭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甚至有人感慨啊 这个屠龙少年已经变成恶龙了 所以我们要加大对于互联网行业的致力 避免出现寡头的局面 因此过去一年 真的互联网行业也遭遇到了多轮调整 从这个意义上讲啊 这些富豪的财富缩水 它不是一个坏事 它说明我们整个经济在重新洗牌 让普通老百姓有可能更多的 分享到经济上涨的成果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 渐渐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